请了我们神经内科的绿道的负责人马清风 那您倒计时 从您开始 好 各位现场的学员和各位在线的学员 大家晚上好 那么这里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进修生培训项目 扣准成项目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十期 那么也是我们在新年来临之前的最后一期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神经内科的绿道的负责人马清风主任 那么他为大家带来的题目呢是 急性促中个体化临床诊疗策略 大家欢迎 谢谢陈飞的介绍 也很高兴今天跟大家进行一个我们组中律测通道 我们的临床当中我们最重要的绒栓的一个治疗决策 虽然我们说的临床诊疗策略 主要是因为我们绒栓呢 其实呢我们之前和之后也都有很多的内容啊 所以呢呃我觉得绒栓呢是我们最重要的内容 但是我们之前和之后啊也很多的一个决策内容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从急性促中绿的通道的每个环节 其实都需要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诊疗的一个决策 不论是我们的院前的120对吧 我们如何转印我们如何的去识别 那我们到了急诊我们进不进绿色通道 那我们的影像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影像 我们做什么样的治疗 包括我们呃治疗以后 我们的病人啊都要做哪些的的诊疗的计划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在院前急救呢 其实我们众多的指南都在反复在说 我们要评估要有个量表评估 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族中的救治能力啊 进行转运 当然了呃是不是需要啊绕行啊 那我后面会说啊 那他其实有很多的内容 当然了院前通知是很重要的 是在这个维度里面 我们的调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 我们的院前急救应该从调度开始 调度开始就需要我们的决策 我们的调度接电话的时候 能不能识别出来是族中 对吧 我们都能安排这种合适的车辆 合适的医院的人员 对吧 呃这样呢 包括呃我们的转运的距离啊 影响到时间 所以调度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院前的一个决策的义务人员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地方呢 都有我们的这种移动读中车 对吧 还有车载CT 那在这当中呢 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种车上的一个评估和治疗 对吧 但是这个离不开调度 对吧 他不可能说病人我们都到了医院了 我们再启动这个车 对吧 那肯定是我们的调度就要启动 所以调度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当然了 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院前急救医生啊 那急救医生能不能识别 能不能够给一个很好的一个这种判断 然后进行转运 那当然了 更好的话 就是有族中的医生 如果能够在车上 那更好 因为我知道咱们在座的各位呢 很多的医院啊 都是有自己的急救人员 哎 我不知道咱们在座的现在 就是你们医院里头的医生出车的举举手 就是急救车在你们医院 然后你们医院的急救车出车是你们医院的医生上车 有吗 应该有吧 对 后边的都不是啊 也有 哦 那边也是 所以呢 那上车 那我想再问一下 你们上车的人员是固定的 车上人员还是急诊的很多的医生去轮转 啊 轮转 轮转就有一个这个问题 就是他有些人是有急救或者足中救治能力的 对吧 那如果同样值班的人员 如果有人能够进行绒栓 能够进行这些治疗 你想想他要上了车 那是不是绿道就相当于延伸到什么 延伸到院前的家里了 对吧 他就可以能够在院前做一个精准的评估 能够预知情同意 在车上就可以做好抽血 做好评分 做好预知情 那他到了急诊以后还需要做评估吗 不需要了 他就剩下一个什么事情 嗯 CT 对 就差做CT了 所以所说的胸痛中心的绕行急诊是去哪 胸痛中心一直在说建设当中要绕行急诊 他们是去哪 去新建图 新建图车上能做的 绕行急诊 胸痛中心去哪 去大观室 但是足中能直接去大观室吗 不能 需要什么 去CT室 对他所说的绕行急诊 就是病人可以送到CT室 直接去做CT 这样就能节省很多的评估时间 你想想病人一到医院就能去做CT 做完CT 如果已经预知情 马上就能给药 你想想Dint的多少 对吧 这是咱们绿道的 这现在这右边这两张图就应该是我们的今修医生 应该是三年前四年前了 四年前 我们我们第几届 第八届 第九届的 我们的湖南的一家医院的医生给我的照片 他们就是急诊科的医生负责容穿 所以呢 他们就可以在急救车上 去做评估 做预知情 他们做到了Dint的有个别的病例 就像这种 能做到你们猜多长时间 真的能做到五六分钟 就能做到五六分钟 就是他的急救车直接送到CT室 他的CT室不在急诊里面 是在另外一面 作案CT 他们的护士已经贴签准备好了 跟着去 然后就在CT室就给他用上药了 所以就五六分钟 当然不可能所有的病人都是这样 但是他能做到个别的病人 能做到这么快 所以就是说 院前急救其实是很重要的 能做很多的事情 当然了 我写的最后一个什么转诊急救车绒栓栓 这也是他们做到的 就是他们是因为有些转院的病人 可能是他们的车去接 那下急医院可能有时候不敢 但是我不推崇这个 我觉得这个应该做什么 远程指导的什么 下急医院的融栓 就是他在基层医院 在县里已经做完CT了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他不敢融 然后把他们叫去 然后他们就敢融 然后他们就在急救车上融 然后跟我说 然后我说 我说这种我不推荐 你都能敢急救车上融 你为什么不能够远程指导他一下 在基层医院急行融栓呢 对吧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 转运就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普通的急救车来说 他应该有能力进行足中的识别 但是足中识别以后 比如说我们是直接先训用到大医院 能够做取栓医院 对吧 还是呢 先就近的医院 我们根据病人的情况 比如说先看他能不能融 能融就在就近的医院融 不能融需要取栓再转到上级医院 我们还是说我们先送到就近的医院 然后我们上级的医院呢 医生的专家呢 再到我们的这种基层医院来 双向的一个这种过程 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我我觉得应该做一个精准的评估 就是你应该做一个医院前的量表 进行一个评估 你看他是个大血管的 还是不是大血管 如果不是大血管 其实就近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考虑大血管 要考虑一下两家医院的路程 如果路程不是差别特别大 其实还是应该可以直接送到 我们能够进行曲栓治疗的这种高益中心 因为相互之间的转运 其实是很延无就知的 当然了 如果急救车上能做精准的评估 那比你量表评估要强了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在说 对吧 我们到了院内 对吧 我们最重要 刚才说到了 我们要做CT 而做CT来说 其实平扫的非增长CT是个首选 所以很多的医院说 哎呀我们做核磁 但是我说了 你敢不做CT 直接做核磁 我觉得这里头风险是很高的 因为什么 一些小的出血 包括专门下方出血 其实核磁是很难能够去做识别的 对吧 即使你做SFI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要求的 就是尽快 其实这个国家的要求 其实是有一个20分钟的一个要求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绒栓来说 是不需要做核磁 不需要一定做核磁 一定做多摸影像 但是我们的醒后组中 或者是发病不明的 这种时间窗不明的组中 可以通过什么核磁来进行判断 那这里面影像当中 我们可能还有一个决策 就是我们做不做 刚才提到了多摩 如果是大血管 我们做不做多摩 对吧 我们做多摩又等不等 什么基干的结果 生功能怎么样 如果它没有特殊病史 没有告诉你 我原来诊断过 生功能 肾衰 对吧 如果说身体都挺健康的 不用等化验结果 就可以做贯注 做我们的CTA 而且在这里头 其实指南一直在强调了 颅内外的血管的问题 所以这也就是CTA 比MRA的优点 因为我们知道 MRA很多的地方都在做 评扫 很多的医院 我都看得过 急诊就做两个 做一个MRA 做一个DW 好像有些医院 我不知道你们在做的 应该也有的医院是这么做 对吧 不做T1 T2 Flare 然后就做一个DW 然后再做一个MRA 但是呢 你颈部的血管就不了解 对吧 所以这个是有缺陷的 所以CTA来说 头颈就会很好 然后多摩影像来说呢 我们灌注影像 其实超过六小时以外的 曲栓是非常重要的 在宣武来说呢 我们是更多的病人 都是在做我们的CTP 所以灌注影像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多摩影像 我们一直在说 多摩式影像 其实就指的是 我们的多种的 这种维度的评估 我们的CT评测 我们的灌注CT 我们的CTA 对吧 这才叫一个多摩的 然后我们的核磁 加MRA加PW 这也是个多摩 对吧 多摩 CTP本身不是多摩 CTA本身不是多摩 多摩一定是 我们的多种的参数 或者多种的这种 评估的手段 放在一起 才叫一个多摩式的 一个影像检查 以战式的 对吧 这些不论是CT 还是核磁 其实一起做 就是一个战式的 一个评估 那这当中的 办案带来说 我们的灌注CT来说呢 一直是用的是 CBV与CBF的不匹配 当然了 现在来说 我们的RAPID软件来说 用的是TMAX 用的是一个TMAX 与CBV的一个 这种不匹配 相当于 然后呢 那核磁呢 认为是个 相对来说 以前的认为 还是比较 因为它DW 认为是梗死核心的 一个比较金标准 但是实际上DW来说 也会有假阴性和假阴性 也就是说 它也可以 已经有梗死 但是没有想象 也可能是显向了 又可逆了 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贯注PW 但是需要打药 但是现在也有ASL的 等等的技术 那这里面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提到了 我们绒栓和取栓 我们的关系怎么处理 也就是说 如果考虑大血管的B3了 如果我们又符合静脉绒栓 那其实我们认为 还是应该做 先做静脉绒栓 再做取栓 对吧 应该是这个维度 而且这两个桥接 应该不等待观察 就应该你一边做 像在咱们宣伍来说 我们看看 有绿道的医生吧 有 对吧 我们是 我一直在强调 你需要 融着栓的时候 去做什么 是不是孙大夫 对吧 要做贯注 对吧 我们要做评估 对吧 因为不要等结果 所以在这里面 就牵入到 就是指南一指甲 也在强调 六小时之内 对吧 我们可以融栓 但是我们发现 桥接的时候 并没有强求 一定做融栓 因为我们知道 最早的美国的指南当中 提到了一个 六小时之内 我们需要做桥接 对吧 但是后来呢 就把这个静脉融栓呢 做了一个非必须 也就是说呢 如果大血管必塞 我们可以不通过什么 我们的影像 刚才提到了 我们超过六小时 要做影像的评估 那这里面可以不用做影像的 多摸影像 那我们的评扫CT X大评分 只要大于六分 也就是说 没有明显的一个显像 它是可以考虑 做什么 我们的介入治疗 而是不是必须要做静脉融栓 是取消了 在之前15年的指南当中呢 是有一个进行静脉融栓之后 其实这个也就是说 为什么这两年 我们的很多研究都在关注于 桥接和这种非桥接的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做绿道的 我做过培训训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我们最早的取栓的研究是什么 就是融栓对吧 与什么做对比 与桥接做对比 发现桥接或者是单独的取栓 比静脉融栓要好 最大血管 但是现在呢 就又做了什么 就是我桥接与直接取栓做对比 也就是说 我能不能跳过静脉融栓 我不做静脉融栓 直接做取栓 所以呢 不论是国内啊 我们的很多的研究都在做 但是最后的结果呢 都是一个 两个似乎好像差不多 那这个时候 大家都会说了 都差不多的结局 那为什么还要多做一个静脉融栓呢 我直接做取栓不就行了吗 但是这些研究 后来也发现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 个中间 这种研究 往往都选的是什么 介入很好的中心 对吧 只要跟介入有关的研究 往往都选择是什么 介入很好 不是说静脉融栓很好的医院 你静脉融栓很好 但是你介入做的不好 不会入这个研究的 对吧 所以这些中心都是往往什么 介入特别优秀 静脉融栓好与坏 他们没有特别关注 所以他们事后也发现 他们的静脉融栓的整体来说 会时间比较长 再有一个就是介入非常快 所以最后造成了什么 桥接的时间 对吧 并没有让我们想象的 因为桥接 我们是之所以呢 就是因为觉得桥接 它静脉融栓很快 所以它应该比我们的 介入的时间应该要快 但是发现并没有差别 所以这也就是说 我们所说的 每个医院 有每个医院的情况 所以我一直在建议 如果你要是想跳过融栓 应该是什么 你们的介入非常棒 也就是很快就能做介入 那你就可以不用什么 不用做静脉融栓 当然是大学管比赛的前提 如果说我们的介入 相对来说 我觉得上台我们的D2P的 D2P的时间 也就是从就诊到穿刺的时间 我可能对需要一个多小时 那你一个多小时之内 是完全可以 像在选我来说 我们是30分钟之内的DNT的话 那我们肯定是 等到你做穿刺的时候 应该融栓都融的差不多了 对吧 所以在这个维度里头 一定要根据每个医院的具体情况 来做调整 那超过6小时 那肯定还是要在影像指导之下 但是很多的医院 我发现并没有完全在影像指导之下 也就是说 他可能就是 只要是病人考虑大血管比赛 做一个CT评扫 觉得险象还不特别明显 就直接做介入 但是这个里面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一个呢 这个病人的带伤的情况怎么样 半分带的情况怎么样 预后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都是不明确的 那这个时候上去 其实往往预后有可能会 出现很多的问题 所以当和Defuse 3 我们一直在说 对吧 已经说了好几年 那他其实的核心概念就是 逆子评分 就是病人要重 但是呢 梗死核心要小 半带要大 但是当呢 是基于核词 但是Defuse 3呢 基于贯注 所以大家现在用的 还是就用的Defuse 3的更多 一般呢 等于大家呢 都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的Rapid软件呀 包括我们的这个 Masda呀 其实都是基于这个类似的 这有一个小的梗死核心 对吧 梗死核心要小于70毫升 但是半带呢 要大于15 然后呢 他的笔值比梗死 还要大于1.8 啊 所以呢 这种呢 才考虑到 什么 值得进行什么 值得进行什么 取栓治疗 对吧 所以在这里面来说 影像的因素就特别重要 那当然在宣武来说呢 我们这两年呢 还在做了一个新技术 新业务的 就是双能CT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通过 噪音机剪影 来判断 他的什么 噪音机外肾 啊 我们的绿道大夫都知道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 一个大体的一个决策 对吧 我们的大体的决策 啊 我们的绿道 我们的评估的 评估以后的 大体治疗决策 但是在细的容身 三方面我们去怎么选择 是所有时间创之内的病人 我们都能容吗 那这个维度里头 时间其实是很重要的 三小时和三加五小时 似乎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啊 那之所以有一些区别 就是因为三加四加五小时啊 毕竟时间要长 我们在很多的我们的指南当中都提到了 就是我们高龄的呀 比如糖尿病啊 包括一些逆语停分过高的 他相对来说 在三加四加五小时 他可能就做了一个谨慎的一个选择 不是绝对禁忌 但是对这个些病人要慎重 那这里面来说 时间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是说时间越短 我们放的越宽 我经常会说 如果你觉得 哎呀 这个病人风险好高 我上来就会问第一个 我说他发病多长时间了 发病半个小时 不用特别关注 所以呢 整体来说呢 就是时间是很重要的 时间越短 我们可以把很多的东西放的维度放宽一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从95年来说 我们RTP的研究出来了 电竞了整个的一个三小时之内的一个融栓 经过了多长时间 13年 对吧 才把时间扩大到了四加五小时 然后之后 国际足球实验三 在四年之后失败了 他的问题 其实要有时间讲的话 他的问题也是很多 他没有把扩大了时间窗 但是入选的标准 并没有更严格 其实从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时间 越长 应该有更多的要求 就像取栓 你看这 为什么当和第五三 出来阳性的结果 对吧 改写了指南 就是因为他选择了更严格的 办法 影像的办法 来把病人做了筛选 筛出来 想治的病人 然后扩大时间窗 而静脉绒栓呢 其实呢 做的就不够很好 对吧 规计数量三 快达六小时就失败了 他们就选择了什么 选择了在影像的指导之下 九小时 就是四点五到九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研究呢 与他的研究来说呢 虽然扩大到九小时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影像也是通过灌注 或者核磁来选择 他虽然逆平分是大于四分 小于二十六分 对吧 但是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 与刚才说到的什么很相似 跟刚才说到 Deflu3的研究很相似 对吧 梗磁核心要小于七十毫升 对吧 然后绝对的差值要大于十毫升 梗磁核心体积要大于一点二 刚才那个曲栓的更大一些 对吧 但是整体来说 往往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的绿道的医生可能会知道 对吧 这种往往提示是什么 孙大夫 就是他如果出现这种阳性的结果的时候 往往都提示着病人是什么情况 往往提示这个病人是什么 是大血管的问题 对吧 而我们知道大血管的问题来说 我们会大多数会选择什么了 桥接或者什么 直接取栓了 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取栓的普及了以后 他其实这种扩大时间窗 往往不一定什么 单纯静脉绒栓得到获益 对吧 你又超出时间窗了 又五个小时了 似乎有半恩代 那这个时候 我是绒还是取栓 那多数都会选择什么 取栓了 对吧 他很安全 对吧 但是这个有意义在哪 在咱们国内 就是你的取栓不够强大的时候 但是你影像又比较强大 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各位的医院 能做贯注CT 能做CTA 但是取栓做的不好的有吗 举举手 看就有吧 对吧 就是我能做影像评估 因为机器好啊 我有256的CT 对吧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64排以上的CT 我估计各个医院都应该有 你看都在点头 对吧 那256的我估计也得有一部分 那基本上能有这么好的CT 基本上都能够做这些功能 都能做关注 都能做CTA 对吧 大多数 对吧 你说你16排 你可能是很难 但是你256的话肯定是没问题 对吧 但是你都能做到这个的时候 但是你取栓介入的团队不够好 只能做做造影 只能做做择期的一些支架 但是急性期取栓不敢做的时候 可以做什么 静脉溶酸 对吧 我们可以扩大时间创 因为这种病人要不然也没办法了 对吧 除非你给他转走 但是你可以去试一试做静脉溶酸 再有一个的就是醒后注重 不明时间创 不明时间创呢 在宣武来说真的是好多呀 我去别的医院去看的时候 我老发现 哎 怎么都那么多明确时间创 还是我们的问的病史都问的太明确了 对吧 我们每天都有大量的超时间创 这种超时间创 都是时间创不明 那这个情况来说 我们的影像核磁影像就很重要 VCAP研究来说呢 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我们的 DWFLAIR的不匹配来看时间 对吧 我们刚才说到的什么 PW以DW来看的是什么 嗯 刚说完 班大 对吧 我们PW是看什么 缺血大的范围 DW看的是什么 而我们FLAIR 其实也是看梗子 只不过FLAIR上没看到 而DW上看到了 说明什么 啊 说明什么 说明时间很短 因为我们知道 DW短时间能够显向 从理论上来说 啊 SNAV 我老得点SNAV 因为我就看见他了 对 30分钟 没白培训 30分钟其实就能够看到 现象 而FLAIR呢 啊 而FLAIR呢 白培训了 这个忘掉了 他有两个小时 还有什么可不匹配的呀 肯定是四到六小时嘛 对吧 他肯定是四到六小时 他正好是跟我们的静脉中栓的时间窗是相似的 也就是说他看到了显像了 我就认为他超时间窗了 而他没有显像的时候 我就认为在时间窗之内 但是前一条件你WU有显造 所以他这个打这个时间窗 这个时间差来认为是可以进行融栓 有一定的获益 所以这也就是WICUP研究 在说的时间窗不明的病人 因为来了病人很遗憾 对吧 他时间窗很长了 能不能融 那如果我们像左边这个图 对吧 那病灶已经有了 但是flash上还是很干净 那我应该可以考虑进入融栓 所以他选择的是什么 最后正常的时间超过了融栓时间 但是发现时间一定是短于融栓时间 才入组 对吧 顶后发现患者肢体无力 五个小时了 肯定是不能入组的 对吧 肯定是醒后发现什么 肢体无力什么 一个小时 然后拒入睡 开始算多长时间 超过了 比如说八个小时 对吧 那我们要看一下他的办案代 看看他的梗死 是不是有可能醒来的时候 但是呢 在中国来说呢 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几个国情的问题 一个刚才我提到了 我们的4.5到9 在影像指导之下 我们可以做融栓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六小时之内的尿基梅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说 尿基梅是因为有失应症 保护你一下 但RTPA能不能够融个五个小时的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对吧 只不过那你能说尿基梅就比RTPA要更安全吗 没有的 对吧 只不过尿基梅有个六个小时之内的适应症 他的说明书比RTPA要好 他就有这么一个强的说明书 对吧 所以呢 他有这个优点而已 但是并不代表这个药就一定是在4.5到6就比别的药都要好 对吧 都是同样都是融栓药 只不过他有失应症而已 就如同什么 如同什么 如同我们的康学版药物一样 对吧 我们的康学版药物都有哪些 康学版药物那几个 最常见的是什么 阿斯培林 再其次呢 绿比格雷 还有吗 西洛塔座 还有什么 皮肯罗雷罗 对吧 咱们基本上在国内常用的口服的是不是就这四个 对吧 但是这四个 有两个是没有族中失应症的 对吧 西洛塔座和皮肯罗雷罗 对吧 但是族中的病人我们经常也会用 是不是 像绿比格雷抵抗的病人 对吧 经常会换成了什么 皮肯罗雷罗 对吧 有时候觉得 消产道或者是出血风险比较高的 就会换成什么 西洛塔座 对吧 但是 你能说有适应症的 阿斯培林 对吧 就比其他那两个药要好吗 对于族中 不是吧 对吧 你说绿比格雷比 提格雷罗雷罗雷罗要 对于脑梗的病人就要好吗 没有证据 只不过就是因为提格雷罗雷罗没有族中失应症 所以我们很多的病人不能用而已 但是你要用 其实 依然有作用 依然是抗效版作用 还是很好的 所以在这个维度里头就是我们要活学活用 再有呢 就是残疾 我们要评估一下病人的获益怎么样 对吧 这个病人值得不值得你 你帮他 对吧 值得不值得是有两个方面 一个呢 是既往的情况对获益的影响 也就是他以前是不是就已经很差了 以前就卧床了 以前就痴呆了 对吧 都不认人了 对吧 如果这个病人痴呆了 咱们有认知组的吗 有吗 没有认知组的过来 不过认知组病房也不可能受重度痴呆的 对吧 往往过来的都是做一些能够有意义能够预防或者是能够连缓他进展的 如果已经这个病人痴呆的晚期是什么状态 卧床 精神症状 对吧 等等 突然间整天折腾大喊大叫 对吧 能够 打人骂人 突然间不说话了 不能动了 对吧 但是原来也卧床 不能吃 不能喝 但是现在稍微动作太一点 那你值得不值得容 就得需要什么 商榷了 对吧 他的获益到底有多大 同样原有残疾 原来就反复得过脑梗 都已经卧床了 都已经不能动了 对吧 那这次似乎好像又更重了一点 对 所以要考虑你的获益 再有一个呢 就是既往 我们增加出血的风险的评估 也就是我们先看看既往的情况 对吧 我们的问病史都问你以前怎么样 那我们就要看一眼以前 所以我们的 容栓的我们的急诊的评估病例里头 我们的模板里头的 我们的既往史里头会写什么MRS 对吧 MRS 其实在急诊里头用在什么 应该用在既往史里 而不是评估现在 对吧 现在的评估 即刻的评估应该凭什么 孙大夫 凭密次兵分 对吧 所以我要看以前你的生活能力 还有一个就是 你以前的情况有没有增加出血风险 所以反复的问什么 你做没做手术啊 近期 对吧 你近期有没有大的外伤啊 对吧 你得没得过什么脑出血 你得没得过什么 一些这种近期的一些大的出血性的疾病 是在这里头有几个问题 一个 确有足中病史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所说的脑出血 在既往如果有这种情况来说 我们能不能够容 三个月之内的足中 其实一直我是觉得 不能作为绝对 所以我觉得新的指南 包括欧洲的指南都在提 可能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好的一个 一个维度 也就是说近期德国足中 不要一刀切 百分之百 都不能够容栓 因为什么 因为 近期的足中 是增加出血风险 但是依然也有个别的文献 对吧 反复容栓呢 也是有效的 而且呢 回顾性的一些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 发现就是 容完栓以后 再回过头来看 发现病人三个月之内 有足中的甚至能达到 百分之二点七 但这二点七呢 并没有明显增加出血 也就是说 你容的时候 没问病史问清楚 对吧 或者来着那个家属 没说清楚 你就给容了 住了院以后 再一追问病史 或者说 病人家属又把片子拿来了 对吧 发现 上个月刚耿光 对吧 但是 依然发现 也是有获益的 所以呢 也有的报道 甚至出现了 近期反复容栓 其实我本人就 遇到过 啊 是我忘了 是五年前吧 五年前的时候 啊 我们的一个医生 在 自己家里人 然后 问我 住在他的科里 然后问我 说 第一次他容了 第一次容栓 没有问我 就脑梗了 自己妈 给容了 容完了挺好的 极大欢喜 对吧 然后 术后也没出血 容来特别好 都恢复了 但是住院第五天 又梗了 这回完蛋了 不敢 不知道怎么办了 说又贪了 说这个时候完了 自己做不了主 又去 问我们 包括问了我 包括问了 天谈的杜主任 都是 所以呢 我们 不过我觉得他还是很 很好的 一高人胆大 觉得 反正 只能有一条路 那就什么 试一把 他就又容了 他的唯一好处是什么呀 他们那做检查慢 我估计要在我那组就 就就 就不要麻烦了 大家可能就会纠结了 因为我们那都是第二天 就做核词 他是没第二天 没做成核词 他就复查了个CT CT上没有看到明显冰噪 然后就又梗了 然后呢 就主要是纠结一个近期 后来我就说了 我说你都已经好了 对吧 都症状都恢复了 又才次加重 我说你就容呗 然后容完了 确实是也没出血 挺好的 他就是 我应该是第四天 第五天容的 但是确实在中国的环境下 我们如果遇到了 不是自己家里人 这怎么谈的问题 那怎么拿捏呢 就是我们认为什么要结合你的梗死面积和位置 还有时间 对吧 如果你要是一个月以上的 我觉得还是比较安全 然后小的梗死也是安全的 对吧 然后不同位置的梗死也是安全的 不是这种 对 也就是说 如果很小的梗死 我们是可以考虑容的 如果超过一个月的 我们更可以考虑 然后如果位置不在一个地儿 对吧 我们更可以 所以说一定要看 不光是小 是上次的足中 治疗很好 对吧 症状恢复很好 因为我们有一部分人梗死 病造很小 或者是绒癌症以后 甚至都病造都没有 对吧 但是于碰见没有的时候 就是我们所说的 DW阴性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了 就会提出质疑 他是不是足中 对吧 但是别忘了 我们看着很多的 DW阴性的 其实很多的文献当中 就提到了几种可能 对吧 其中有一条就是 绒癌症以后就可以造成病造 可能是不容易看到 如果小的一些根子 所以在这个维度里头 我们既往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脑出血 脑出血能不能融算 严重的头外伤 那要看什么是严重的问题 我后面会说 对吧 外伤和手术 我会说到 咱们现在就只先说说 既往的出血的情况 能不能融算 能融吗 我问你 以前放在绝对经济 其实现在都在反复说 可能有害 没有说绝对有害 你看 中央腺症出血 禁用 但是出血 颅内出血 太复杂了 放了一个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这么说 出血 比如说这个病人 孙大夫可能没赶上 动脉 中央腺出血 动脉瘤 做了个手术 做完介入手术 回家了 没两天脑梗了 我不知道你们 以前碰见没空间 反正在咱们绿道里头 碰见好多 就是 动脉瘤 手术的部位 又有血栓了 对吧 那这种病人 能不能融 还既往有 中央腺症出血 能融吗 能融的 这个中央腺症 指的是什么 现在的中央腺症出血 对吧 或者你现在考虑 你以前的中央腺症出血 你已经都治完手术了 完全是什么 相当于白手术 出血 只做好 对吧 还有一个出血的可能就是 比如说 济完很久了 高下性脑出血 现在血压控制力值很好 对吧 其实我觉得 还是也可以积极考虑 还有就是 非梗死侧的 对吧 的一些出血 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 所以这也就是 在指南当中 也是在提到了 没有完全 禁忌 对 出血 就是要结合什么 既往的出血的情况 对吧 然后结合是不是一个 血管分布区 然后也结合什么 结合刚才提到的 我们 是什么性质的 一个出血 如果是不明原因的 我建议还是不也容 比如说你考虑 什么 变不像血管病 脑液出血 对吧 一个病人来了 说德国脑出血 然后你再一看CT 对吧 额页或者枕页 有个什么软化造 对吧 你不能够除外 一看 你不能考虑 它一定是什么 高下性脑出血 那你怎么能敢保证 它不出血呢 对吧 还有呢 就肿瘤 肿瘤的话呢 其实呢 比较复杂 肿瘤 其实我是建议 首先先明确 这个病人是什么 是不是耿死 还是肿瘤造成的症状 你要先明确这条 对吧 尤其颅内的 其他地方的肿瘤就别管了 颅外的肿瘤 我觉得应该影响不大 就看生存期 这病人都活不了两天了 我觉得容不容 其实可能也不好说了 对吧 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脑子里的肿瘤 一定要明确是不是耿死 因为我们的肿瘤依然也可以出现什么 组中央的这种表现 再有一个呢 就是 预期寿命不是特别长的时候 对吧 那你可能意义就不是特别大 再有一个方面 刚才说到了 我们的获益的既往的很多的情况 那我们再先说 再说说出血风险控制的问题 出血风险控制 刚才提到了 我们的外伤 我们的手术 包括头外伤 都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严重的 如果不是严重的 不是不可压迫不为的 我觉得都是可以进行融栓的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手的手术 对吧 那你想他出血能出到什么程度啊 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对吗 对吧 手做了一个骨折的一个手术 对吧 我上臂做了一个什么 钢板 对吧 也是一挺大的手术呢 对吧 也是需要什么 全麻的 有可能 但是这种手术 出血 我觉得 一般都是可控的 对吧 他这个部位 他的损伤 你的预期 他可能 一个 他没有损伤到大的血管 第二个 他损伤的这些小的血管 即使有出血 有外伤 我能看到到血种 我可以通过压迫等等 做直血 就像我们的动脉穿刺 不可压迫部位的是 PASS 但是可压迫部位的是 可以考虑做绒栓 所以这个手术的大小 我是觉得 一定要跟部位 跟控制能力有关系 你说做了一个胸腔镜的 一个小手术 经常人你怎么说 是吧 做了一个腹腔镜 做了一个小手术 我一说呀 就做个腹腔镜的 一个镜子的手术 但是我就说了 你在里头干啥了 对吧 你跟开胸开腹 其实差不了多少 你里面的血管 一旦损害了 我真不知道 他要出血以后 我怎么办 我一个很难发现 第二个我也止不住 所以看位置 很重要 头 刚才露过了一个头外伤 头外伤怎么考虑 看看是表皮的损伤 还是有可能出现什么 炉内的损伤 如果你怀疑 他有炉内损伤 不要容赏 你不容得 他有可能会出现什么 直发性的什么 隐膜下的水肿 什么血肿之类的 对吧 但是如果说 就是一个表皮伤 没有任何问题 压迫一下呗 对吧 我们我们经常 反正每年都得碰见几个 对吧 容完了以后 熊猫眼了 容完了以后 脸肿了 对吧 但是领内不会有问题的 就是因为你问轻入病史 查好体 你能明确 他这个外伤 没有影响到领内 他可能摔到 或者就是碰了一下 对吧 表皮的问题 或者是局部的皮肤的问题 应该影响都不大 月经能不能够融栓 啊 月经能融栓吗 有说能融的 要看他月经情况怎么样 对吧 月经的时候 停阿斯匹吗 对吧 不停吧 其实一个道理 是吧 我们西洋大出血 要什么 我们身上有出血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什么 停抗小板药 但是 孕灵的妇女 出现月经的时候 停阿斯匹林吗 吃花法灵的人 停花法灵吗 抗宁停吗 半膜病 年轻女性 会说在月经期间 把花法灵停了吗 没有吧 对吧 那就是因为他月经正常 对吧 他吃抗宁和抗小板 融栓也一样 你只要是正常的一个月经的情况来说 融栓也没有任何问题 再有一个就刚才说的了 哎呀 我特别纠结 我又想给他融 但是我又害怕他出血 那你可以 其实呢 中国的指南当中提了一句 就是0.6 但是没做推荐 为什么 就是他的证据级别不高 只是在研究当中发现 0.6的出血风险低一点 但是获益没有增加 就整体获益并没有增加 所以呢 只能用于什么 特殊情况 不建议所有病人都这么用 我觉得所有病人如果都这么用 就说明什么 做的太不规范了 对吧 因为我知道了 有的医院就是 我先就用点呗 我也算融栓了 但是这种情况 我觉得只能用于你 觉得风险很高的病人 而且他用的时候 推是什么 还是用15%推 就相当于是用0.9的剂量推 只不过后头 蹦入的这部分 用的剂量稍微低一点 总量是0.6而已 再有呢 就是病情轻重 我们一直说啊 刚才提到了 值得不值得 那重的肯定值得 都已经贪成这样了 都语言 为什么我们后循环 都积极一点 似乎有的时候 时间窗稍微超一点 我们都想办法给它融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因为获益还是很大的 都昏迷了 没招了 要么就死了 对吧 所以没招的办法 大家都可以豁出去了 对吧 所以症状重的 虽然出血风险比较高 但是相对来说 祸益大 但是症状轻怎么办 我们再反复再说 我们轻型 治残和非治残 治残好说 对吧 我们一直在说 还有一个早期改善的病人 应该要积极一点 就是因为很多的 轻型足中既往的研究 虽然都也认为能够获益 对吧 然后再加上好几个研究 都认为 对吧 轻型足中获益 甭管是三个小时之内 还是四点五小时之内 获益都是很不错的 但是 也有的研究 发现什么 这个三小时和三点五小时 这个风险差异 没有明显区别 但是也有的研究什么 轻型非治残性足中认为 绒栓获益不明显 似乎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 治残的一个判断的问题 对吧 我们以前一直认为 轻型足中 对吧 我们用的是什么 逆平分 逆平分多少 有的是用三分 有的是用五分 对吧 那我们就说用低点三分 三分之内 治残吗 有治残的 有非治残 但治残的定义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偏盲的病人 我们前两天 刚融了一个小伙子 是吧 孙大夫 三十多岁 向线吗 然后呢 我们一线大夫 还记得特别清楚 我们师父给我打电话 对吧 他有点纠结 说去眼科看了 眼底什么的都没事 但是线线吗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单眼还是双眼 告诉我单眼线线吗 我说你要单眼向线吗 你能再定到脑梗吗 对吧 如果你要定的眼督脉 眼科检查 其实应该能看到的 对吧 他眼底缺血 应该也能看到 还向线吗 我说你首先 如果诊断都不明确 你就不能够进行龙栓呀 对吧 你自己都 都不敢确定 他是脑梗啊 对吧 然后过一会儿 又给我打电话了 说我又仔细查了 我发现双眼 都有点问题 都是相线忙 我说那你就赶紧容吧 别抄时间了 对吧 因为我们要求 必须争取在27分钟之内 然后收上来一看 果真是 整夜小脑 对吧 多发的一个梗死 所以 但是评分很低 一个小的心象吗 能评多少 啊 孙大夫 还评了另外一份 评哪 如果要是 很轻的 一个视野的缺损的话 可能也就评了一份 严重的话 才评了两份 对吧 我们说了青龙足中 小于三份 但是这种 其实对青人来说 很有影响的呀 你开车 不能了吧 对吧 所以你对你的生活 非常受影响 但是他有可能 评不下来什么 残疾症 对吗 对吧 残联可能不认为 他残疾 但是他对他的生活 还是有影响的 他可能还能继续上班 因为就有一个地方 好像看得有点不太清楚 其实如果真的不是靠完全视力的 但是他生活还是受影响了 他不能开车了呀 所以肯定还是值得的 对不对 比如说语言 对吧 老师啊 我们的翻译啊 对吧 说话有点不利落了 大舌头了 他也致残吗 所以这个在他身上 就可以算值残 对吧 所以残的定义 还是那句话 一定要关注 而且不要紧用逆评 逆评分 可以融刷吗 我想问 嗯 什么情况 啊 其实我以前讲课的时候 经常举过例子 逆评分 逆评分 逆评分0 可以有 逆评分症状吗 可以吧 因为我们的逆评分 其实是有缺陷的 并不是所有的神经功能的 这种表现 都能用逆评分 评上分 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手务力 你会什么 逆评分有时候 评什么 0分的 对吧 我能评举 多长时间 10秒钟 对 现在我说了 10秒钟 很稳 对吧 但是让我拿东西 我 我这个笔 我拿不准 拿不好 我使筷子 使不了 对吧 那值得不值得 值得 但是前一条件是什么 啊 前一条件是什么 一定是足重 对吧 你有证据 证明他是足重 而不是什么 周围神经损害 对吧 嗯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 包括攻击失调 他本来跳舞的 对不对 攻击不好了 那就麻烦了 所以清醒足重里头啊 我们的获益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要考虑个体化 所以今天我的节目 为什么也强调个体化 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 我们完全书本上 能够能够说得清楚的 一定是在实践当中 所以临床一定是实践 所以嗯 我们的进修来说 也是对吧 为什么我们单独 把律师通道 我们的学习拿出来 单独弄一个吧 就是你可能 你不是待个几天 能够学得了 你得见各种各样的病人 你把所有的病人都见到了 那得需要一个什么时间 这个时间足够长 你才有足够的病例数 你有足够的病例数 你才能够有很好的临床经验 那第一名分能不能做介入 其实这也是要看什么 要看他的血管情况和获益的情况 对吧 我们即使有时候五分以下 有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到介入的问题 还有一些特殊情况 认神的问题 能不能融栓 那一定要什么 注意什么 还是获益和风险 值得不值得 一个孕妇 觉得有点麻 那她获益就不是特别大 一个孕妇都不能说话了 偏瘫了 对吧 我相信不仅仅是容的问题 有可能得去做取栓 对吧 那可能有些人就该说了 放射性怎么办呀 其实很简单 小的月份做完了以后 就别要了呗 大的月份 其实影响就应该不大 对吧 你不给她治疗 我估计可能两个人都保不住 你不做 她不用要了吗 对吧 一个很严重的梗死 输盐水吗 对吧 你依然要用药 那那这些药 你就不担心别的问题了 她一旦肿起来 甘露出来了 这些东西都要用量 所以说 还是要考虑到 眼科 这个其实就要权衡了 眼底出血了 能融栓吗 能融栓吗 孙大夫 我就说 眼底出血能融栓吗 你说你融过 那只能是你个人的经验 但是 是不是所有眼底 东西都能融呢 其实还是要 获一合风险来判断 对吧 最容易的判断是什么 眼底出血已经忙了 其实这就简单了 因为你担心 就是担心失明 如果已经视力不行了 不用去考虑了 你已经这样了 对吧 还能怎么样 对吧 就怕的是什么 我发现眼底出血了 视力还凑合 这就麻烦了 就会纠结 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什么 看另外一边的活一啊 对吧 还是那句话 就跟孕妇一样啊 你就有点麻 然后又有点 眼底秋学 那你就觉得 这个活一可能就 不如你这一样 对吧 你偏袒失语了 那你是不是得需要积极一点 对吧 还有一个足足模拟病 就是 我就觉得它是脑梗 但是 总归有个别情况是失手的时候 对吧 其实失手 往往不出血 我有时候老开玩笑 在座的各位 我们给大家一支RTPA书上去 我估计应该都没什么事 但是前一条件 我要问你有没有特殊病史 对吧 你现在没有什么严重的出血的倾向 没有特殊病史 我估计在座的给RTPA也没剩 因为你没出血的地儿 所以你容完了以后不会出血的 然后就代谢完了 对吧 但是不鼓励说闭着眼睛 所有的病人都容 对吧 反正马主任说了 也不会出血 对吧 我们还是要降低我们足足模拟病 就是甲性足中的比例的 因为这说明什么 你的临床的诊断的功底不够 对吧 你能不能够在二十几分钟之内 能够给病人判断清楚 因为你没有核词 CT只是出外出血 对吧 你通过你的问诊和查题 你能不能够判断出来 这个病人就是足中了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都是需要锻炼 病情进展反复怎么办 对吧 我们容安栓酸又波动了 就是二十几分钟之内可以启动抗栓 在我们中心来说 我们现在用的提罗非斑用的比较多 所以呢 大家都比较喜欢 但是它没有失应症 比较麻烦 但是呢 我们经常会说 我们的治疗以后 血管开通了 但是开通了 就像取栓一样 开通力很高 但是依然也有很高的制裁 对吧 它是预后不错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 时间啊 高龄啊 急往时 我们知道预后不好 但是为手术期 还是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有没有再通成功 有没有出现初血 有没有高管 有没有在壁 有没有手一手息的一些并发症 这都影响到我们的预后不良 所以在这个维度里头 我们一般在说 我们容栓 还是取栓之后 我们要什么监护 所以这都是我们绿色通道的医生 在学的 因为我们不仅仅要管前端 我们还要管后端 对吧 我们的像孙大夫 他们容完了以后 取完了以后 那病人还是需要他们管的 那这里面血压我们怎么管 对吧 降不降 那这种降的问题 一直在有争议 其实在争议的过程当中 应该考虑到什么 再通 对吧 你再通了 我们肯定就会要积极降 一定要严格降 那没再通 降不降 其实都两可了 你还得要保证贯注呢 对吧 所以要根据手术的情况 代仗的 来判断 个体化的来控制血压 因为做完介入了 其实更好一点 单纯的静脉绒酸 我们还是不建议积极的太过多的降压 对吧 因为你这个时候你不好说它 但是你做了介入的 你对血管已经很好的一个判断了 对吧 它通没通 对吧 它是拴塞性的再通 还是一个必塞以后的 一个支架以后的再通 当然了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我们的对于不通不良的 我们要谨慎降压 但是呢 是不是需要生压 没有确认 对吧 抗栓治疗 刚才提到了 我们的抗栓目的是什么 方法有很多 我们是抗腰板还是抗宁 我们是静脉还是口服 我们是给复合还是不给复合 我们单抗还是双抗还是三抗 对不对 是大夫 抗栓用什么药 跟容不容栓有关系吗 对 没关系 跟什么有关系 跟病因机制有关系 对吧 我考虑它是什么病因机制 我才选择什么 而不是它溶栓了 就需要抗宁 不溶栓就需要抗胶板 不是的 对吧 复合不复合剂量 其实很多的规范的问题 对吧 因为今天时间的因素 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呢 我们呢 中心的宣武来说呢 这些年呢 不论是我们的静脉溶栓之后 我们预防神经恶化 用了提罗肺斑 我们的曲栓也是 用小剂量提罗肺斑 下午都不错 对吧 而且出血风险 真的是很低 所以在这维度里头 我们的抗伤治疗 对吧 我们如果做了血管 再通了 对吧 尤其放了支架 我们可能还是 用我们的TWP班 桥接我们的口服 的抗小板药物 一定要给复合剂量 拴塞性的 我们抗宁等等 那我们最担心的 就是出血 对吧 那出血的维度里头 我们更担心的是 这种大的血肿的 皮质吐行 又占微效应的出血 它影响到恶化的 愈后 那这当中 我们应该 如果是绒栓的 当然了 现在这种逆转的 药物来说 并不是很理想 所以一般呢 如果严重的出血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用一些什么 冰冻血浆 冷成电 如果轻度的话 其实就观察就可以了 必要的时候 进行手术 但是这里头呢 有几个维度 我们可能做不通 对吧 绒栓了 效果不理想 但是又没做取栓 或者做了取栓 没上台 就怎么着也取不通 但是及时止住 就是不再使劲的 再去做了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们的手术 其实一定是什么 血中松炭 不是锦上天花 不要太美了 太完美了 就容易过了 过了就会出现什么问题 出血啊 对吧 这还不简单 对吧 取栓过了就是出血 恰到好处就是通了 对吧 然后没过 没恰到好处就是什么 没通呗 但是你说没通跟出血 你挑哪个 你肯定挑没通 对吧 没通 你跟家属说了 哎呀 太遗憾了 对吧 您这个病情太 血管太差了 对吧 病情太重了 根本就取不通 对吧 通了又闭了 没办法 就这样了 和你说 哎呀 你这一捅 给我捅破了 对吧 脑子出血了 对吧 这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我们依然是有很多的病人 对吧 我们 要适度 对吧 差不多 那水肿了怎么办 更死了 肯定是大面积 更死 就是要注意 我们的水肿的控制 对吧 那我们恶性的水肿 我们要注意 低温的问题 我们的这种 去骨瓣的问题 等等 那这里头还有一个 就是不是梗死的水肿 是高冠的水肿 嗯 在我们绿道里头 经常会遇到 是吧 虽然我们前头有两例了 高冠 都去骨瓣了 但是 遇后 都还可以 为什么 就是高冠 他并且 不是一个梗死 他主要是 过度灌注以后的 一个水肿 这种水肿 往往相对来说 遇后要好一点 但是降压最主要 啊 所以 往往归序呀 还有其他的一些病化症 因为时间的因素呢 就不多说了 所以今天呢 还是想强调一下 个体化 评估是很重要的 个体化的治疗决策 我们每个人 我要做静脉溶栓 我一定要评估 他的获益和风险 而这些风险 与出血的风险 既往的风险 我们的既往的获益 对吧 我们的现在的获益 都要考虑到 然后快速的进行平衡 然后你要给他一个决策和建议 对吧 你要给他一个建议 我觉得我平衡完了 你就适合什么 适合容 你还是适合去 你就适合保守质量 对在这个维度里头 我们才能够给病人一个什么 很好的一个 一个救治的方案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整体来说 我们的绿色通道的救治来说呢 说简单也不简单 说复杂也不复杂 但是呢 对需要我们考虑到每个病人 其实不仅仅是溶栓 我们所有的方案 我们的抗销板 我们的调值 对吧 我们的血压等等 只不过为什么说 好像似乎足中 比较 比较难 为什么 因为时间 对吧 你过了这段时间 就错过了绒栓 你过了这段时间 就错过了取栓 你过了这段时间 就错过了急性期 而我们的其他的疾病 相对来说 给你预留的时间就比较长 对吧 我们一个认知的诊断 一个帕金森的诊断 可能不用特别着急 几个小时 或者几天的问题 对吧 但是足中不行 足中没有时间 给你去看专家门诊 没有时间去让你去 请示更多的人员 所以就会觉得 足中的时候会比较难 那我们如何去抵抗这些难 就是我们要增加很多的临床经验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进修医生 需要进修来进行学习 而不是说我们光听令课就进行学习 就能够有一个提高 就是你听的十次可能都不如自己亲身体验过一次 今天早晨我查房的时候还跟他们说 对吧 我说讲了那么多遍呼吸机 你用PPT讲的呼吸机 你依然记不住 你不如真正的看看这两个上呼吸的病人 对吧 他们的参数 对吧 他们的这个 都这样的指标 对吧 怎么去调整 怎么去控制 盯着呼吸机 对吧 那你这个过程当中 你自己亲自去操作 那你记忆都 就肯定就相对来说 对这个理解和记忆力呢 是更深刻的 所以也就是欢迎大家呢 就是既然都到了宣武 当然了 线上的还有很多的 我们非宣武的医生 有机会呢 也可以来宣武进修 来我们的律道来进修 也是欢迎大家吧 来进行共同的学习 能够促进我们的 最核心是什么 帮助我们的病人 对吧 他有一个规范的正确的一个诊疗决策 我们获益最大的还是病人 病人如果能得到获益 我们的医生 其实的我们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 所以有的时候 律道的医生 我觉得幸福指数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是 就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病人 可以通过我们的治疗 能够看到一个很快的一个获益 那那个时候觉得 当医生还是很幸福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再次谢谢马主任的精彩讲课 现场的有提问的吗 有问题的吗 线上有同学 然后想问马主任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感染性心内膜炎 可以静脉溶栓吗 感染性心膜炎的话 我们还是不建议溶栓呀 对吧 因为感染性膜炎的话 我们知道 那它这种掉下来的东西 它可能不见得是血酸 我们溶栓溶什么 对吧 你要考虑 为什么我们心肝酸栓 才有的时候觉得 溶栓效果不理想 其实因为心脏掉的东西 不都是血酸 对吧 所以它掉的不是血酸 你的溶栓就不理想 那取酸效果就好 就包括现在的很多的医美 你打了玻尿酸 打了脂肪 没啥可容的 你一个小时来了 我也容不了 没用 你给个尿精梅 能把脂肪融开了 对吧 你能把玻尿酸给融好了 取酸 也麻烦 对吧 你脂肪颗粒 可能没准还能取出来 你说你玻尿酸怎么取呢 对吧 所以还是要看看它的机制 还有问题 就是 0.6克 这个低剂量溶栓 大概适用于什么样的病人 不做推荐 只是在你实在太纠结的时候 对吧 而且是因为出血纠结 不是因为别的纠结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比如说一个老年人高龄的 我看他脑子又不干净 我们的大夫就会觉得 他是不是有小血管病啊 他是不是有微出血呀 就开始各种的纠结 担心什么 出血 但是又觉得他哎呀 才一个小时就来了 然后呢 确实是不轻不重 又不给大血管 对吧 我们有这样的病人 又想给他溶 但是又害怕给他溶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考虑0.6 对你来说可能是个解脱 但是不做推荐 我不做推荐 0.6的话 我觉得只能是在个别的病人当中 你选择 但是我不建议 你说我 我个个都害怕 那我觉得就 你需要什么 需要到先我再待一年 对吧 那是因为你 你真的 你都判断不出来 我个个都害怕 那不是就个个都不敢容吗 那都不敢容 那就说明需要学习 还有就是 频发的一个TIA 然后给予阿斯匹林和玻利维口服后 再次出现持续的肢体偏袒症状 这个时候 阿提普梅的那个溶栓 是按什么剂量 还是建议不建议 我刚才溶栓的禁忌里的 提到他既往的用药了吗 我没太强调 在我们的指南当中 就说到了一个什么 抗宁的问题 对吧 我们吃花瓦灵 用甘素 我们的用心抗宁剂 那这个时候 可能会有一定的问题 抗销版没有提 只不过在我们的很多的 今天没有提出血的一些问题 我们的溶栓后的出血转化 其实那是一个单独的话题 有机会的话 可以跟大家再说 维度就很多了 跟出血因素有关 其中有一个因素 就是可能是双抗 有一定影响 但是不是禁忌 就是都是事后总结发现 可能有关 还不是绝对有关 那这些事情都是总结出来的 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你TIA的过程当中 你吃着抗销版药 你甚至都吃着双抗 我觉得不影响龙酸 你该容容呗 而且也不用考虑0.6 我刚才已经在说了 0.6只是针对于 你特别纠结的时候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同学问 一个月前有一个消化道的 有一个消化道出血 然后呢 现在呢 出现一个左侧肢体的乏力 逆死评分是1分 然后就是致残性的这种组中 他考虑容还是不少 刚才说到了 对吧 消道出血 首先啊 消道出血你治没治好 这是很重要 最麻烦的是什么 在消化科住住院呢 对吧 消化道出血住院 出着出着脑梗了 这种容不了 想想是不是 对吧 还下着胃管 还进食这些东西都控制着 然后依然发现黑便 对吧 依然会有这种 这种未出血的这种情况 肯定是 活动性出血肯定是不容易 但是如果说这个病人 比如说 因为一些特殊的因素 对吧 既往有过消道出血 不是禁忌 既往有过溃养 尤其是溃养那种 未溃养 没有在经济里沾任何边 因为我们有的大夫就说了 大夫 他前两天刚住过院 为什么住院 消道溃养 对吧 没有严重的出血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但是明确的严重出血 而且尤其在活动期间的那种 或者不明确 治没治好 比如说刚出院 但是你问他有没有黑便 还有 那就别融了 对吧 你融完了以后又大出血了呢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维度 就是 如果不是大血管的 就没关系 症状估计也还能接受 如果是大血管的 直接做取栓吧 取栓是没有太多的经济的 相对来说要好一点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轻型的这种 足中溶栓之后 然后那个抗血液板的问题 是单抗还是双抗 需不需要复合量 我觉得跟轻型和不轻型 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孙大夫知道 我们那常规的都是抗栓 用的比较积极 对吧 我们要不然的话呢 就用静脉的T勒肥斑 因为我比较喜欢静脉的 就是因为它起效效果快 我们口服的起效效果太慢了 我相信只有我们组 一直在反复强调 绿比格雷300的问题 我不让你们在座的 别的组 我们用绿比格雷的时候 用不用300 万四一次 就大多数 我估计都是用 75毫克绿比格雷 对吧 但是75毫克绿比格雷 多长时间起效 至少五天 那五天之内呢 我进行期我等不起 为什么有些TIA的病人说 来了以后说了 没招了 从病理院转过来了 都用啥了 什么都用了 阿斯均林用了 绿比格雷用了 他丁用了 什么都用了 然后你再问病人 阿斯均林吃了几片啊 一片 绿比格雷吃了几片啊 一片 他丁吃了几片啊 一片 对吧 阿斯均林一片 绿比格雷一片 在我们指南当中 怎么说的抗小板药物 先不说绒栓 急性族中 脑梗 急性缺氧族中 我们的指南一直在强调 我们的阿斯均林 使用是多少 150起 没有100毫克 对吧 但是你双抗了 一说就是我吃双抗了呀 但是双抗刚才说的了 绿比格雷 吃一片不起效 那就相当于 他最危险的时候 你给了他一个低剂量的 阿斯均林 并没有起到 急性期的一个什么 治疗的目的 所以绒栓以后也一样 青芸族中的病人来说 我们可能早期 我们要看 你的青芸族中 会不会有波动 会不会有风险 因为刚才说到了 如果你绒栓 我们原则上 二十小时之内 我可能不用抗药板药物 但如果一旦有波动 比如说尤其病人 病前有TIA氧发作的病人 我可能绒胺栓 有可能没准 就给他瞧上 我们的抗药板药了 但是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 我们都是二十小时之后 但是二十小时之内 在宣武的好处就是 基本上我们还是能做很多的检查的 我们的核磁能做 我们的超声能做 至少这两项都能做了 那我们有血管超声 我们能知道它 大概其的大血管的情况 有了核磁 我们就可以能判断什么 它的梗死的一个情况 我们的结构影像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一下 它是一个小范围的 还是栓塞性质的 甭管是动脉还是静脉 不是动脉还是心圆性栓塞 动脉性的栓塞 那我也能判断一下 所以这些维度都对你下一步的抗栓有帮助 这样你来判断 它是积极不积极抗栓 大多数我觉得急影期还是稍微积极一点 单抗我们也用一些病人 就是我们对于出血有一些风险 比如说脑子 我们发现复杂CT有肾血 我可能要考虑到单抗 但是出血了肯定就不抗 但是一些小的肾血 我们可能还是用单抗 对吧 但是得看什么情况 我们现在病房有一个 昨天做一个曲栓 曲栓栓栓了以后 维持不住放了个支架 然后曲栓部位有一点点肾 那我觉得还是用上双抗吧 因为我担心 恢复的这么好的一个血管 放了一个支架 这个支架如果因为抗小板 没有积极的话 肯定又在病 所以这些维度可能还是要结合病人的个体 并没有一个统一一刀切 轻型组中以后就双抗 还是单抗的问题 当然按了chance研究肯定是双抗 对吧 但是chance研究是有缺陷的 对吧 我一直在说 它是症状性的一个 一个选择的标准 但是我相信 未来肯定有替代chance研究的一些 新的一些证据 就是因为你不能仅仅凭 我们的什么 症状评分 因为chance研究似乎认为 短期的两周左右的一个双抗 它能够减少什么 组中的一个复发风险 但这里面我相信 如果病人可能是一些严重的血管病变 我觉得他可能不仅仅吃两周到三周 畅自是三周吧 但实际上我相信他应该吃更长的时间 因为他血管太差了 对吧 因为要按照像sampson研究来说 我们颅内的大肚脉的一个血管狭窄的话 他是需要什么 90线的双抗可能会更为有获益 是吧 所以单纯从症状不能够来指导我们的抗传治疗 一定要在最快的速度之内 我们进行一些血管评估 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来咱们说一说 那个整个的一个急性确影足足的一个诊疗思路 这些可能是对我们的治疗是更有帮助 谢谢 谢谢 谢谢马主任的解答和精彩讲课 欢迎大家积极报名 参加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绿道的进修 可以关注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公众号 那么现在我们扣准计划第十期 进修医生培训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